台湾采购BNT儿童疫苗 陈时中前一天才说大卡关 因为疫苗由美国辉瑞制造 台湾无法直接购买 而BNT又委托给上海复兴 和五国外服部行程四方谈判 但不到一天 原本说不敢其望的陈时中却大转弯 最后的细节在把它弄清楚之后 应该是可以来签约 还有一些文字上的问座 最后的修订 但部长口中的BNT到底买到多少剂量 什么时候能来台湾 政府全都没提 一届担心是骗局 但怪的是亚洲各国 像是日本 南韩 以色列 都能买到BNT 给幼童施打 为何我国政府就是买不到 全世界仇中的只有台湾 当然买得到 卡在民进党的面子而已 我们到今年一月多才开始洽谈 这不是去年就应该要洽谈的事情吗 你举出了一大堆理由 请问一下你到底是想买 还是不想买 前大使更酸 为何政府有钱买高端 买BNT却遥遥无奇 应该发挥当时 对高端的那种精神跟态度 可以花800多块钱一剂 比当时世界上获得了认证的疫苗 都要贵那么多 谈判他已经谈了两个月 长得不可思议 是政治意识形态在里面作祟 拖半天买不到BNT 不只超前部署再破工 也让所有家长胆战心机 这一位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